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,瑞典不愧为战机强国,450米的降落距离,与中国坚实相当,均五次未面作者,录制开过车的朋友,都知道汽车的到党,但是有没有人想过,飞机有没有想过? 你还别说,飞机真的有到党,还能到着开,兰博基尼先说飞机的发动机,美国曾经让C130这架重达40多吨的运输机降落在航母上,其中一项操作,就是用螺旋桨板桨来减速,大飞机降落在航母上在地面的时候,也能依靠这项操作,来控制飞机向后导,类似的操作还有下马的AH-56下沿人直升机, 其尾桨分为反举桨和推进桨,当推进桨反桨时,就可以控制直升机减速,不用像普通直升机那样,高高扬起机头,而且,飞机在保持悬停状态的时候,也能利用推进桨来实现前进或者后退,非常好用。 败于政治的AH-56下沿人,为悬翼设计很复杂,但是现代大型飞机,几乎都使用喷气式发动机,是不可能朝前喷气的。 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,飞机在降落的时候需要制动,要是只凭借气动刹车和机轮刹车,会对机轮造成很严重的磨损,甚至会起火。 这也是很多战斗机,都携带减速散的原因,大型客机和运输机,通常都有几百吨的体重,减速是个大问题,而且运输机还要考虑缺乏地面支持时的自行移动能力,可不能光往后喷啊,降落时轮胎负荷很大,这就是现在应用非常广泛的反推装置。 大致分,微棒格式和格杉式,先说比较简单的棒格式,这种反推装置一般由盖在发动机尾部的两片折扭板和运动机构组成,飞行时收起来,在降落减速时迅速打开,让发动机的燃气向斜上方喷射,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。 这种装置非常简单,1276和波音737等机型都在使用,但是缺点比较明显,在地面使用时,容易吹起地面的杂物,对发动机造成损伤,棒格式反推装置格杉式就更加优秀了,通常是后部的外壳向后运动露出格杉,然后内部的折流板挡住寒道的气流,让气流通过格杉向前喷出,产生反作用力。 这种结构效率很高,飞机完全停下后,还可以依靠反推力自行倒车,C17就使用了这种反推力装置,可以在没有地面协助的情况下自己倒车,调整姿态,格杉式反推装置。 然而这种能有效降低事故概率的装置,却经常酿成事故。 1991年5月26日,维也纳航空004号班机,在飞行时反推装置突然开启,导致左侧机翼失去生力,飞机迅速失去平衡,并在空中解体。 包括机组成员和乘客在内的223人全部遇难,这是波音C67自服役以来的第一次空难,也是最严重的空难。 后来波音吸取教训,改进了反推装置的制制机构,以防止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开启,反推虽好,但不能乱用类似的事故非常多。 1982年2月9日,日本航空350号班机在距离机长300米的水面上坠毁,这起事故的原因是机长在空中打开了两台发动机的反推装置,导致机上的24名乘客死亡。 1990年8月29日,一架C5洲际运输机在德国起飞后坠毁,事故原因是其中一台发动机的反推装置意外打开,机上17人只有4人生还。 1996年10月31日,巴西天马航空402号班机起飞时,右侧发动机的反推装置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突然打开,飞机失控撞向机长跑到末端的住宅区, 造成全机96人及地面3人丧生,以上都是因为意外打开造成的事故,但是还有因为打开台板造成的事故。 1993年11月4日,中华航空605号班机在香港着陆后,因为飞行员错误的大发动机的推力控制杆,当作法推控制杆向前推,导致飞机落入海中。 2005年8月21日,法国航空358号班机因为减速不及时而冲出跑道,飞机起火燃烧。 但是乘客就升级时,没有人员伤亡,现代战斗机为了减少重量,一般不会设计反推装置。 但是冷战期间,瑞典人为著名的萨博37战斗机设计了独一无二的反推装置。 通常的战斗机都使用小含道笔喷气式发动机,而萨博37使用的是沃尔沃RM-8,也就是普惠的GT-8B,安装在波音727等飞机上。 萨博37为了进行超音速飞行,给这台发动机加装了加力燃烧式,推力达到12吨。 萨博37战斗机众所周知,瑞典在冷战期间,要面对苏联的军队,各种武器都比较特殊。 瑞典空军要求飞机,必须能在公路上短距起降,拥有大推力的发动机。 短距起飞不是个什么事,但是短距起降比较麻烦。 公路起降的JAS-39战斗机,为了实现短距降落,萨博37的尾喷管内,有三块伸缩挡板,降落后三块挡板会在起落架压缩的时候自动伸出,使燃气沿着挡板从发动机尾喷管管闭圆周分布的三条缝中向前喷出,从而产生反推力。 下图中挡板处于反推状态这架飞机的起飞距离为400米,现代战机开个加力基本都能做到,但是450米的降落距离,可就没几个飞机能做到了。 正因为这些奇怪,但又天马行空的设计,让瑞典战斗机在抢手如临的世界战机家族里独树一帜,而且性能还不弱,很值得其他国家学习,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,视频,图片, 电影,游戏,请关注军武思维面威